板桥福德里里长刘慧玲用手机录下这段影片 原本杂草丛生养蚊虫大约是1600平的闲置土地 经过查调后发现是市场预定地 但卡在地主复杂是将近30年未开发的原因 公有市场想要开张 不知道得等多少年 为此里长透过立委罗智政协助 整取到一小部分大约是80平 归属新北市市场管理处的土地 整理为简易绿公园 那如果这样子一直卡下去的话 它就真的是一个很杂乱的地方 然后蚊虫也很资深 譬如说在尤其是每年的夏天 你就要担心灯隔热的问题 那所以我也就极力的一争取 这个地来到这个样子已经一年多了 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很担心 我们去跟市场管理处签的围管 两年已经快到期了 所以我就拜托了议员还有委员 一起来出钱出力 当然屈公所也很给力的 我们就把今天把它建设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居间协调 因为这个土地一整片不止这一块 其实它放在这边很久了 那长期围离围起来 对市场也不好 然后对环境也不好 对治安也是一个死角 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可以 让这一块好好的活化 可是因为它实在牵涉到太多 私人的土地在里面 那好不容易有这一块 我们就是这一块是属于公有的地 从养蚊虫每年必除虫的脏乱环境 到化身简易小公园 这过程因为市场预定地 无法争取到新北美乐地 或是绿家园的补助 市场管理处能给的经费也有限 因此里长在透过新北市议员 黄俊哲和曾幻家的经费补助 才能让这一片空间设计更完善 我们有弄了一些花架 然后甚至在它的外面的这个围墙 我们会把它做一个很漂亮的彩绘 让以后不管是里民还是市民 人在能过来这边活动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看能不能协助他 做这个美乐地的环境 那我们曾幻家议员也二话不说的 就是全力的协助 补助款这样子 卡在征收无法顺利开发的市场预定地 成为地方脏乱点 影响环境景观数十年 刘慧玲认为换个方式 虽然无法全部一次整合到位 只能暂时先做公园 最少是跨出去了第一步 看到干净的绿地空间 相信会带来更多的正面力量 让邻里的环境变得更好 数位天空新闻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